借钱给小姨子 说白了你就是在讨好 你是真做好人吗 你是没有界限 今天她来她就说她受不了了 其实我的诉求就是 我觉得她如果可以 按照我的想法来改的话 你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就是 浪漫 细心 会赚钱 顾佳 然后还要搞饭给我吃 然后还要收拾家务 那你干嘛呢 我带孩子 行 能做到吗 我做得到 到时候这样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今天必须得解决一下 每天你都跟我吵 吵的人真的是心力交瘁 我每天出去还得要忙工作 回到家还要面对你的 这样一副臭脸 真的是 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日子 能够过下去 咱们好好的过 不吵架 如果你觉得真的是因为 是我的原因的话 我觉得这个日子也过不下去了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就希望 现场的几位嘉宾老师 还有主持人能够给我们 好好地说一说 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 其实你是有点看不上妹妹的 你希望妹妹搬走 因为妹妹增加了家庭当中很多的烦恼和关系上的矛盾 那如果妈妈跟着妹妹一起走呢 所以我就 虽然有用的留下 没用的给我走 你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 对吧 让你妹妹走这件事 绝对不能让她去说 也不能你来说 而应该妈妈来说 你应该跟妈妈说 家里面太小 妹妹也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空间 校正自己的作息 并且考虑自己的大事 不适合住在这儿 但绝对不能由你们俩开口 你们俩要是一旦开了口 这梁子就结下了 而是应该让妈妈去说 除了刚才所说的那种方式方法 让妹妹出去 让母亲来说 还有你和她之间的矛盾 这些解决方式之外 你首先应该修身养性 在有了孩子之后 一个女人应该更加懂得 怎么为人母 怎么为人妻 怎么为人女 所有的男人大概都会想到一点 我即便团结了你妈和你妹妹又怎么样 你应该不会生气的 因为那是你妈 你妹妹啊 表面上她们站在我一边 她实际上跟你是有血缘关系的本来 你不会生气的 你肯定是这样想的对吧 而且还衬托得出我像个模范丈夫 但事实上 你不理解女人 其实越是她亲近的人 越朝着她捅过来 她心里更难受 因为我四面楚歌啊 借钱给小姨子 说白了你就是在讨好 你是真做好人吗 你是没有界限 我承认你这样的姐夫 确实是不错的姐夫 但是 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 你被别人捧得高高的 他被别人压得低低的 你高兴 夫妻之间 一荣俱荣 一审俱审 要说两个夫妻都好 那才是真的好 只要把一个说得特别好 一个特别不好 其实这夫妻关系就一定恶了 所以你也别沾沾自喜 任何事情得有主有赐 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 你妈他妈还有妹妹都是外人 时常的夹杂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 什么关系都理不顺了 所以说你变得可爱起来 你任何事情都要跟老婆有伤有良 至于那个妹妹自动自觉的搬出去 不要再添乱了 听见没有 其实你们俩挺幸福的 对男人也不错 你想想看 你妈你妹妹全住在这 虽然妈妈也帮着带孩子 但这男的也没什么怨心 在这舞台上 好多男人特别斤斤计较 都住在我们家 也不叫一分钱 这男的算不错了 听见没有 听见 祝你们幸福 请开门 他拿着个劲 哎呦快去吧 尼 自己的麻烦 这个爱 我会从容你 谁要 你 我会从容你 谁要 我会从容你